陳世宇一定會選上的 你們換心好了 會動沒有信心 他會選上 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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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破五層舟 劉怡婷之後要接官傳局長 那陳世宇的部分是 陳世宇一定會選上的 你們換心好了 會動沒有信心 他會選上 會啦 會啦 一定要破五層舟 打仗一定要有這種氣魄才可以 所以劉怡婷是確定要接官傳局長 怎麼會用這個 那你怎麼會曉得 所以是嗎 再講啦 反正25號你們就會知道 再忍耐兩天 那現在就是陳世宇的部分 現在在官傳局的業務的話 有沒有想說 其實他們副局長蠻能幹的 所以其實這樣啦 在政府體系裡面 政府官應該是只做方向的指導 其實實際的事務應商還是要 事務官做為實際的執行者 我想這樣整個政府的制度會比較安全 因為坦白講我們最近在檢討 我們台灣從兩千年到現在 這個如果這種行程院長換的這種速度 不可能一個國家有長久的政策 除非文官制度非常堅強 不然這樣的話已經垮掉了 但是我們在市場上 還有一千年到現在 在市場上 沒有一個國家的地方 我們要來想說 我們在那邊 在市場上